还是跟自己家人在一块儿 要舒服很多 对 我跟圣一在一块儿 他说有的时候 我会有那种潜台词 我要这个东西 但是实际他说 我可能是不想要 我说我不要这东西 但我心里实际是想要的 就是你分别分析出来 我的潜台词 我说我还真的没分析出来 我说可能这么多年 我跟圣统在一块儿生活 想怎么说就直说 就没有说 让大家在废脑子 去分析那个潜台词的过程 那我肯定拆不掉 他那个家庭的模式 是另外的一个方式 对 一个家庭 一个生活方式 你说要去拍戏 也是一个 临时的组建的家庭的形式 就是今天的这个行业 然后两个都是陌生的演员 就来了 真的 真的 有这样一个角色 在系列演的真妈妈 全国各位影视公司的 老板们 导演们 我妈妈 英征 可以出演婆婆 有相关这样的角色 妈妈的都可以来找她 友情出演 不需要片酬 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你对着镜头 我是张诺的妈妈 陈松霖的婆婆 我叫邢玉珍 我今年七十岁了 今年我参加了 婆婆妈妈节目组 哪位导演看到我 我要无代价 没有报酬 我要演一个 真的好妈妈 你们要给我个机会了 好 好棒 你要让我演高兴的婆婆 我就能高兴起来 蓝天 白云 我爱你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一朵朗本歌 我今天心情可好烧 你们怎么这样对我呢 你再这么演下去 星爷周星驰就来找你了 你这个该都演出悲剧演出喜剧笑 对我来说 现在真的是有一点压力的 反倒是我跟我父母 他们之间的一个身体健康的情况 实际我妈妈看《山》这个节目 你看她性格非常外向 很喜欢玩 很喜欢旅游 实际在大概十五年前 就是那个时候 她整个的精神状态 并没有像今天这么阳光 她就是吃了一点抑郁症的药啊 然后这样的情况 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变成今天她能够这么外向的 去表达自己 演节目啊 如何啊 原来小阿姨是这个样子 对 她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爸爸的情况就完全是身体上的 他心脏不行 你晚上一回来 呱巴上二楼的时候就不行了 心脏病就犯了 你想象不到 怎么那么健康 就突然间那么不行了 就倒在楼梯上 这是人真是有命运 你幸运 有人下楼梯就发现了 打了120 这是给救回来 所以我就跟父母之间 这个是我心里的压力 就是松松也跟我讲 多跟父母在一块 我说你不害怕多一些接触 多一些接触就会有很多矛盾 他说但是就是怕 也得在一起接触 跟一起陪伴来讲 这些矛盾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他就会反过来问我 说张多你怕不怕 我跟妈妈如果是这些方面 有一点不许她 你行不行 我说老婆我不仅行 而且我还要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让我跟我父母多在一块 所以我们一年当中 就是很多旅游 很多项目 200多天在一起 所以是真是跟家人 在一块接触 是非常好的 也是会释放到 我们很多压力 好的 谢谢 谢谢